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胆 你怎么把他烧了 臣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奏折 李德全 他 奴才在 把土地衬给我叫来 这 奴才土地衬叩见皇上 土地衬 你带领十名大内侍卫到刑部去 带上肖国兴 把他连夜送到宁古塔 叫圣经将军 严加监管 不许他和任何人见面 得 恒臣 臣在 臣 你的苦行 朕知道 你说你的儿子病很难好了 朕这个儿子 他的病 也是很难好了 咱们只要进到做父亲的责任就行了 你起来 来 你坐下 朕口术 你拟旨 咱们就把刑部的案子结了吧 这 康熙四十六年 大清国朝廷发生了贪官循司王法 以前买命的荒唐大案 朝野震惊 鉴于此案牵涉到太子部分皇子 及刑部相关大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 也只能把刑部尚书司马上 刑部侍郎体仁何止拿问 草草收场 在此案件中牵涉到的江南 四道府县各级衙门中 官员一律革职 那位被九二个印堂 视为财神的任佛安 也丢掉了江南巡岩道的围缺 只好回到江夏镇 去经营那座极大的庄园 好 我来 冤案的主宗二犯任济安被判斩立决 刘八女被判处终身监禁 出人意料的是张五哥 他不但被无罪开示 并由康熙钦点为御前侍卫 审理此案的功臣印字 被康熙赞美 申明势力 用心正大 处事民党 特指加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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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臣 臣在 来 来 秋草黄了 倒热喝去 狩猎去 祈奏圣上 什么时候动身 都哪些人随驾 三天后起驾 传指所有的阿哥 还有十岁以上的皇孙都去 太子去吗 去 都去 还有四阿哥印针正在病中 有病也到 热喝去养 臣等参拜我英兵神武皇帝陛下 祝陛下吉祥如意 起来吧 谢皇上 对 George 还是 你 非常 非常 是臣等敬獻給太子殿下的儒役 請問皇帝陛下 臣等能否面臨太子 太子病了 今天不能出來了 如意朕帶太子收下 宴會都準備好了 回皇上都準備好了 往年的宴會 都是太子帶朕招待各位 今天太子病了 朕準備指派一名皇子 待朕次宴 應四 兒臣在 你待朕次宴吧 兒臣領旨 好 諸位自遠道而來 今兒 我代表盛名任武之皇帝陛下 敬各位一杯酒 好 坐 都坐吧 三爺回來了 三爺 送給蒙古王爺和西藏喇嘛 還有朝鮮使臣的書 都準備好了 當今大皇帝陛下聖名神武 同臨九州萬方 恩則便備 我們敬飲此杯 祝皇上聖體健康 如意吉祥 多謝諸位對皇上的祝福 當今皇上 真是曠古以來 最英明神武的聖主 要說姚舜以後 誰是聖名的聖主 我以為應該首推兩位聖主 一是開創我大興萬事基業的太祖高皇帝 再就是聖名神武的當今皇上 來 乾杯 乾杯 大先生 大先生來了 老三呢 老三 怎麼一個人躲在這兒享清仙呢 大哥 今兒怎麼肯去駕大我這兒來了 什麼話 你這兒我就不能來 能 能 大驾光臨 彭壹生辉 老三呢 我最怕你跟我調文了 今兒給咱哥倆說點實在話好不好 你們都進容歇著去吧 我跟大哥說幾句話 是 走吧 你還準備了送人的寶貝呢 我還能幹什麼呀 我還能幹什麼呀 不過是叼幾句文罷了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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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呢 治天下 還得靠文章呢 靠喝酒可不行啊 大哥 有什麼話就直說吧 對了 我來想向你請教一個事兒 說吧 剛才我聽說 老八在宴席上說什麼 古往進來的聖主就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太祖高皇帝 另一個就是皇阿媽 你說他這麼說 不就是把我大清的太宗文皇帝 和始祖庄皇帝排出在外了嗎 話可不能這麼說呀 我太宗文皇帝在太祖爺那麼多的皇子中排列第八 他要是不聖名 太祖爺怎麼會把大衛傳給他呢 不錯 不錯 這太祖爺是第一聖主 把皇位傳給的第八子 太宗爺 那皇阿媽是第二聖主 自然也就會把皇位傳給他老爸了 妙 妙 老三 看來還是你書讀得好啊 大哥 我可沒這麼說啊 你要是硬往我身上扯 可別怪我不認賬 不要你認賬 這麼明白的意思 誰會聽不出 老三 告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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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原話是怎麼說的 原話是 原話好像是說 古往今來的聖主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太祖爺 一個是華阿瑪 那你怎麼說成是 朕要傳位給第八個兒子 回華阿瑪 這是三阿哥說的 荒唐 你現在就去見印旨 傳朕的旨意 嚴價深斥 如果再敢胡說 朕絕不侵擾 三阿哥 只是私下給兒臣一個人說的 這一次就 就不要紳士了 我 你為什麼不敢去 兒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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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律賢 朕三在 你跟他一塊去 這 皇上口譽 三阿哥接旨 兒臣在 你荒唐 有言亂正 八個說 古往今來 只有我大清的太祖高皇帝 和朕是英明的聖主 你 你怎麼說是 太祖爺傳位給第八個兒子 朕也要傳位給第八個兒子 以後再敢胡說 朕絕不侵擾 請此 兒臣 兒臣 大哥 你 你給我站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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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成這樣吧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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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真是英明 老大去罵老三 結果罵的是他自己 兜的 誰敢跟八哥碰 都沒好下場 好了 都不要說了 你們以後見了大哥 三哥都不得無禮 來 走 走 裡面有人嗎 來了 來了 參見皇上 太子呢 太子好像是到十三二哥那兒去了 去 叫他回來 喳 張五哥 太太 你現在就去見十三二哥 傳證的話 叫他不要再見太子了 喳 我老十三再婚 也不會在背後放人的冷箭 何況是放你太子爺的冷箭 我向你發誓 小國興去哪兒了 我確實不知道 八哥在華阿曼那兒說了什麼我也一點不知道 如果有半句假話的話 叫我死於刀劍之下 你的話我信 我還能不相信你嗎 十三弟 好 你給拜拜 寅 Gibи 我這回 應 righteousness 給老剋主 你填住他 也得處理他一點 你們鬥不過爸爸 二哥 二哥 十三 皇上有旨 叫你以后不要再跟太子见面 都怪我 居然没有查出老八的诡计 他竟然瞒着我连夜诱审萧国兴 四哥 四哥 如果这一次二哥真的被废了 那 那我们就全都被他给耍了 话不能这么说 老八叫萧国兴告发太子 是阴碎了点 可是太子如果不做这样的事 谁又能搬动他 要怪 就怪我们平日对太子规圈的太少 这也不能完全怪太子 不像老八 满脸仁义 满肚子刀枪 如果皇阿玛 被他蒙的把咱大清的江山交给了他的话 四哥 你就看着 他是怎么让咱们玩完吧 大清的江山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 皇阿玛真要废太子 我们要立保 可事情弄到了这一步 咱怎么保 四哥 四哥 如果这一次你要是不病的话 事情可能不会落到这个局面吧 我也好后悔啊 后悔自己弄出一场病来 我怎么就言听计从呢 谁 没说谁 我说我自己 乌先生 公使 刚才讲到哪儿了 讲到 讲到 讲到曹操带领儿子们打猎了 曹丕看到了一头母鹿 没有射杀他 曹操为什么要赞扬他呢 公立 你说 是 曹丕说 时当春天 正是万木繁衍 那母鹿 刚剩下一头小鹿 如果杀了他 小鹿也要饿死了 说得不错 那么这一次你们跟着黄爷爷到这来涉猎 是不是也要学曹丕呢 先生 我觉得这次涉猎和曹操那次涉猎有点不同 哦 那不同啊 说说 书上说 曹操带领儿子们涉猎是在春天 而黄爷爷带我们出去涉猎是在秋天 春天正是万物繁衍的时候 秋天却是万物宿杀的时候 说得不错 还有吗 嗯 你能想到这一层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读书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明理 世上的万事万物啊 都离不开一个理字 把理字想清楚了 做起事了呀 就有了主张 也就不会偏到哪去 但又不能够守死理 可是道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因时而异 因地而异 因人而异 先生 我要撒尿 我要撒尿 去吧 黄莉 刚才我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不过学生还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 刚才先生说 我们满人在金关以前是以涉猎为生 那么金关以后 每年黄爷爷还要到热河来狩猎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子可教 我大清太子太宗 是以马上得天下 这是祖宗的根本 你黄爷爷每年带你黄阿玛他们到热河来狩猎 为的就是不忘本 你知不知道你黄爷爷这一生舍了多少野兽 是 奴才叩见皇上 你回来了 这 来 小国兴安置好了 圣经将军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地方 任何人都见不到他 这一路上他说了些什么 回皇上 一路上小国兴不断的叫去 叫什么去 他说八夜说过皇上答应过 他只要说出太子的事就既往不咎 他真这么说的 他真是这样说的 该死 其心可重 其心可重 奴才这就去杀了小国兴 谁让你杀小国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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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就是 我说你真是想要 我说你闭嘴 你没有什么 我说你闭嘴 你闭嘴 我说你闭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阿哥们都准备好了吗 回皇上 都准备好了 只有雍军王没有准备 叫他过来 喳 皇上有旨 传雍军王印针 你为什么不准备啊 回皇阿玛 儿臣大病出狱 体弱气短 恕不能涉猎 好 那你别后悔啊 拿上来吧 今天的涉猎 朕准备了一件特殊的赏物 哪位阿哥最出色 就可以得到这件赏物 开始吧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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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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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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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爷是大清的第一巴吐鲁 第一巴吐鲁 第一巴吐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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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奏皇上 射猎一弊 二哥们所射的猎物已经统计出来了 说 大个射杀野物七只 三个射杀野物四只 九个射杀野物六只 十二个射杀野物九只 十四个射杀野物十三只 十三个射杀野物最多是十八只 四十一只 八个呢 八个没有射杀一只 逮得全是活的 共十一只 你们都听到了 你们说 这间赏物应该赏给谁啊 陈导以为应该赐给八哥 说说你的理由 上天有好生之德 八哥获得了猎物 又不忍杀生 这片仁慈之心 实非其他阿哥所能企计 因此陈导以为 这把如意应该赐给八哥 王公这话不对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 还不出口 皇帝 皇帝 你说 王公哪说的不对啊 王公说不忍杀生是慈悲心怀 那么皇爷爷一生射杀了那么多野生 难道就没有慈悲心怀了吗 皇帝 你给我住口 谁叫你说这些混账话 你一住口 谁说弘历说的是混账话 下去 我说的 我说说这些混账话 我没听说 你走 反正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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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爷爷射杀了多少野兽 知道 皇爷爷一生射杀了135只老虎 132头野猪 96只狼 25只豹 20头熊 10只舍利孙 还曾经一天之间射死了310头猪 其余上祸之路不计其数 你记得不错 你说说 皇爷爷射杀了那么多野兽 是对还是不对 对 因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工人取用的 我大清的祖先们以涉猎为生 就像中原的汉人以耕田为生一样 都是上天教给我们的谋生之道 可是皇爷爷已经贵位天子 富有四海 用不着以涉猎为生了 这是皇爷爷不忘本 皇爷爷如果没有射杀这么多猛输的本领 就不能平三番输台湾 平定蒙古叛乱 皇爷爷是我大清的第一巴吐鲁 第一巴吐鲁 哈哈哈哈 郑医生封了多少人为巴吐鲁 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说真是巴吐鲁 而且是第一巴吐鲁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弘历你说 那么这个赏物应该赏个谁啊 十三叔猎获的野兽最多 应该赐给十三叔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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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身 你说 这把如意应该赏个应祥吗 儿臣认为这把如意谁都不能赐 应该还给太子 不就是一把如意吗 朕把它作为赏物 太子也是同意的 您扔 你说呢 是 不过 朕倒是认为 八哥 不该得到这个赏物 十三阿哥 也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所有的阿哥 都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应该得这个赏物的 是 是弘历 弘历 你敢抗旨吗 天都凉了 你还在这看书 也不知道披荐衣服 你什么事都让我管着你 大明我走了 看你怎么办 你要走 到哪去 我是福晋身边的人 不过是四爷临时前来我照看你的 总有一天我要回到福晋那去 要是我不让你走 看你美的 一个教书先生罢了 你以为你是谁 是啊 我还能是谁呢 一文不明 截然一身 一个既然篱下的教书将罢了 怎么 生气了 人家 人家问你呢 好 生气 你生气吧 我伺候不好你 我这就去叫四爷责罚我 谁生气了 就算我真的生气了 也犯不上叫四爷责罚你 谁叫我打一头娘胎 就是四爷门下的奴才 我可没有把你当成奴才 叫人看见多不好 老八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四爷 十三爷 你别走 怎么 涉猎有结果了 秋月 低着头干什么 抬起头来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四爷要赏你 赏我 赏我 重重赏你 高雄 陆才才 去 把外帆使臣送我那些礼物 都拿到养日先去 这 我有话要说 走 走吧 走吧 秋月 这都是你的了 主子 您干什么这样 我做了什么了 该收这些赏赐 您还是收回去吧 傻丫头 你伺候乌先生这么好 就是最大的功劳 只是四爷赏你的 你就收着吧 我是一个奴才 伺候乌先生是我分内的事 主子这样做 不是大奴才的脸吗 从现在起 你就不再是奴才了 抬起 我给你抬起 给你一家都抬起 四爷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一回听 我就到宗人府换宗碟 好乖 好了 行了 行了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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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春华在里头吗 在 等半天了 您快进去吧 好 慢着 太子爷 您不该到这个时候还来这儿 您快走 快走吧 春华 不要催我 春华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别催我 走吧 太子爷 皇上 怒血 李德权 在 乘上来 这 春华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春华 说呀 你什么时候有的 你 你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这一笑 你都这样子 告诉你 不是让你更心烦吗 太子爷 好怕 我怕 怕什么 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这太子大不了那么费力 别胡说 春华 求求你 答应我 好歹 你替我把孩子生下来 皇上 都快一年没翻我的牌子了 这孩子 我能生下来吗 皇上 您已经连续六天了 今儿晚上您不能再翻牌子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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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知道您心里烦 可您的龙体 是在大清江山的根本 万一龙体健安 那怎么得了啊 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 拿下去吧 快 快收了 快 你去把德龙泰和土里琛叫来 叫他们陪朕到外面去走走 再叫园子里搁些陆血来 那东西 朕吃了挺受用的 朕啊 春花 几更了 我又要走了 我可真舍不得离开你啊 我可真舍不得离开你啊 这边 这边 皇上 这边 你别去了 您别去了吧 你当的好差 公廷里出这样的手事 老婆 男女是谁 什么事 别装假了 板差去吧 一定有人拔风 抓他 撤 何处 太子在里面 为臣带犬子谢圣上天安 坐下 做父亲男哪 推杆旧师 耗尽心血 看着他们平平安安 成人男 叫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男 指望他们贺哨基求光大祖业 就更难了 这有份折子 是八个连夜递上来的 你看看 这儿子 朕这个儿子 他的病 也是很难好了 咱们只要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行了 起来 来 你坐下 朕口树 你拟止 咱们就把刑部的案子结了 正 康熙四十六年 大清国朝廷发生了贪官寻私王法以前买命的荒唐大案 朝野震惊 建于此案牵涉到太子 部分皇子 及刑部相关大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 也只能把刑部尚书司马上 刑部侍郎 将皇体人何之拿问草草收场 大大 你怎么把他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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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奏折 李德全 奴才在 把土地铲给我叫来 这 奴才土地铲叩见皇上 土地铲 你带领十名大内侍卫 到刑部去 带上肖国兴 把他连夜送到宁古塔 叫盛京将军 严加监管 不许他和任何人见面 喳 恒臣 臣在 你的苦行朕知道 你说你的儿子病很难好了 严侍卫 神离此案的功臣印刺 被康熙赞为 身名势力 用心正大 处世民党 特指加封 连郡王爵位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也丢掉了江南巡岩道的围缺 只好回到江夏镇去经营那所极大的庄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 冤案的主宗二犯任济安被判斩立绝 刘八女被判处终身监禁 出人意料的是张五哥 他不但被无罪开示 并由康熙亲典媒预警